我很亂 但我不骯髒 我很乾淨 但我很亂 你明白嗎 我對男朋友的脾氣差很多 感情是純粹是時間 一個很適合的人 但在一個不是自己最好的時間去出現 這個世界究竟有多少魔法師 肯定你不是唯一的一個 我想找黃家欣在這裡 黃家欣? 黃家欣? 現在你找不到她跟我有關係嗎 你根本就不想我找到她 我從頭再找過 我可以從頭找過 我們終於走到最好的地方 我們是謝家軍 由第一日拍戲到拍完一部戲 都不知道自己做過什麼 說真的 都不知道拍戲是什麼一回事 都覺得自己走到今天 是真的由零開始 由第一日拍戲那一日是零 開始到現在 應該說我比較不怕生寶 對 比較從小的性格 可能是 接觸陌生人也不會很緊張 或者很害怕 其實可能內心有些OS 但沒有說出來 我表情也是這樣 你看到我現在 內心翻容 但我也不會表現出來 這是我從小到大的性格 有些時候 遇到一些剛剛畢業出來做事 同樣跟我差不多大的人 就會覺得自己真的成熟比較多 因為可能工作經驗不同 所見的世界體驗的事情不同 會覺得有點分別 錯過了讀大學的時間 就是 這麼小時候開始做事 錯過了一個校園的生活 最好吃的一頓 法國有間餐廳 吃了一頓 因為那時時差很嚴重 但是我記得 吃那頓飯 那個廚師 是一個 即是米芝蓮的廚師 他有一個 Dish 就叫做 Chicken Duck 這個Chicken Duck 很有趣 他把一半的鴨 一半的雞 把一半的鴨 在同一個溫度之下 去烹飪 Chicken and Duck 吃雞那邊 又吃到一些鹽味 吃鴨那邊 又吃到雞味 那時候很睏 所以突然之間 哇 為什麼有這樣的東西 突然之間 衝擊很大 我記得那時候 眼睡突然醒了 最難吃的一頓 有時候在香港叫我買花頭 那些 就是拍戲 有時候去到一些很偏的地方 真的 沒有辦法 有時候 不知道怎麼住 這麼難吃 去旅行找我 我就對了 因為我是 我最 基本一定要做的事 就是我會問了 那裡 在那個環 例如去台灣 可能台灣朋友 有最好吃的東西 我會選擇 我會先做好研究 我有一兩個朋友 真的對吃沒有要求 所以 跟他們去旅行 我是痛苦的 因為他們可以每天吃 麥當勞和KFC 我是覺得辛苦的 所以 多數遇到這些腳 我就 知道旅行有這些腳 我就會帶一個 會吃 有要求 他們兩個可以去他們的KFC 我就跟我朋友去吃好一點 因為我懂得煮 所以他不懂得煮 不要緊 他最重要是 懂得欣賞美食 如果他不懂得欣賞 我會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很喜歡吃東西 如果那個人不喜歡吃東西 有很多日常生活上 享受美食那種感覺 不能跟別人分享 我就會覺得有點辛苦 我對男朋友的脾氣差很多 對朋友的脾氣非常好 做朋友一點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 最不好的脾氣 一定是留給最親的人 就是媽媽 爸爸 男朋友 老婆 那些 這件事是越大 之後慢慢開始 明白 和覺得不好 開始去改變自己 但是 也沒辦法 還是有一點 感情是純粹的時間 不是說那個人 可能是一個很適合的人 但在一個 不是自己最好的時間去出現 就會失去緣分 但是其實 這是每個人都要經歷 成長一定要經歷的事情 在我這個階段 我覺得 合謊很重要 我想任何階段 合謊很重要 但是 現在那種合謊 是希望 所有你喜歡的東西 可以跟他分享 而他有喜歡 不是強硬去扮他喜歡 另外就是 生活上有很多東西 可以跟另一半分享 就是 同一個笑話 去得到你的笑點 這個很重要 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總之就是很重要 搞笑 是我會很喜歡 覺得生活上的小樂趣很重要